接下来我们来玩玩一些图解 因为还有好多案例 所以这边我们用另外一个方式 来跟大家讨论应该用哪一个图 这个有个工作重点 那你看看适合套哪一个图解的模型 这边有计划设计执行查核成果 那计划有什么事要做 设计有什么事要做 也代表这个资料里面后面要打字 对不对 如果存文字这样列当然也可以 但是如果做成右边的图表 A069 A074 B061 C026 你觉得哪一个比较适合 好那当然我们要判断的是第一个 它是清单流程循环的哪一种 它有没有顺序 一定要先做哪个再做哪个 好像有对不对 要计划完才能设计 设计完去执行 执行完之后回头 查核讯后的检验成果 那之后做一个成果报告 之类它有个顺序 这边箭头是顺序 上下都可以打字 它能够放的文字G多 比较多 或者A069也可以 所以选A069或B061都可以 这次我们用B061来做计划 依需求制定定训练计划 有没有发觉这个上面有个小图示 设计上面有个小图示 执行上面有个小图示 这种小图示你也要收集 我们给大家的图形里面 这边图形里面 我有放类似这样的图给大家 这一图就是在做 这种类型图解的时候 可以插进来做点缀用 可以插进来做点缀用 让你的图形更漂亮 这个是第一种 而我们用这一组来呈现 那来看看 从孩子学习问题中找解决方法 前面是问题 人工智慧判断来解决什么 学习没有效率是问题 用什么方式解决 可以解决什么 所以会有问题解决方式 解决什么事情 问题解决方式解决什么事情 来看A071 问题解决方式 这边好像只能列两个 这边有1,2,3,有三个 这个也只能列两个 感觉上能列三个的 其实比较偏 我们放大一点来看 问题 解决了什么 可以用什么方式解决 这分三格 所以这里我用A113来看一下 试卷无法评测出孩子的学习盲点 这是问题 用人工智慧诊断来解决 记录学习历程与答题状况 精确找出孩子的学习盲点 所以这个方式可以解决他 OK 那所以问题过来我怎么解决 问题过来我用什么方式解决 从孩子学习问题中找解决方法 用这个图解就很棒 很轻松就可以图解出我们要的效果 那下列文字适合套哪种图解模型 提升学习程度的方法 那要有提升的感觉 所以提升的感觉 A016比较像顺序 B056比较像循环 可以用C020或B065 那他有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有步骤性 步骤性那看起来B065爬楼梯的感觉 一步一步解决 底下有个全程记录孩子的学习状况 家长和全程监控学习效果 有特别强调这件事 所以底下全程记录这个要额外强调 我选 这边我可能选B065 每个人选的都不太一样 所以图解不同的人做有不同的成果 只要做出来效果能够让人家一眼就看得懂 就可以了 没有正确答案 所以这边我们就找弱点 第一个步骤 找弱点 透过什么来找弱点 再来学弱点 透过什么 那问问题 透过什么来增加我们学习程度 全程记录 全程监控 这是针对大考前充斥进行弱点学习 再来看看最后一个案例好了 这边我们在谈教导式跟教练式的适用时机 那用表格 指标 隐喻 情境 定义 目的 有 教导式的隐喻是什么 教练式领导的隐喻是什么 情境 教导式的情境重要且紧急的情况 重要但不紧急的情况 定义 主管告诉部署怎么做 提供答案 不紧急嘛 所以让部署从对话反思中找到答案 目的解决一个特定问题 教导式的 训练式改变一个思维的模式 所以他们两个都要有一个指标 所以指标分两个来做进行 A001 我们看A001 指标 这边可以打上指标 然后教练式跟训练式 所以A001可以做到 A020 这里可以就是我们的指标 教练式跟训练式 OK A020也可以 所以A036比较难打四个指标 A014也比较难打四个指标 应该说可以打四个指标 但是难分两边 A01是比较难分两边 看起来A020蛮适合的 所以我用A020指标 引玉情境定义目的 教导式的领导给鱼吃嘛 教练式的领导给他鱼竿 教他钓鱼 这样子我们一样把那些文字叙述 用图形就可以做出 更清楚的视觉化 我们的资料视觉化的一个动作 其实这个要多做 多看 然后你可以看着文字 然后先去把重点抓出来 就是我们去截取重点文字 第一个步骤嘛 第二个步骤 比对资料之间的关系 第三个步骤 自己画图 或者套我们给的资讯图表 所以大家不要忘了 我们的这个资讯图表 这个是非常难得的 大家一定要把这个范例里面的资讯图表 留下来 然后呢 好好用这些资讯图表 去运用在你的资料上 可以让你的资料 更加的清楚 不会都是纯文字的 好 那这个部分大家试看看 这就算是否认为